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受训的一个历程 那基本上我是单门深入 所以就在MBSR的部分 着力颇深 那其他的我就没有太去涉入 好 我的开启之旅是从2010年到美国去 然后当时在那边整整待了两个月 带了两个小孩子 一个8岁一个10岁 他们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 然后他们跟我一起开启真念之旅 当然我先生有去 我先生去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后他就要很认分的回台湾工作 然后留下我们母子三人在美国学习这样 那那个在那个年代的学习啊 我是那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头 找不到MBSR的课程啊 然后所以我们是 我是直接去美国学MBSR 那跟第一阶段的私自培训 那如果伙伴们不知道的话 MBSR基本上他的发源地啊 他的创始人是卡巴金先生 那对正念有兴趣的一定都会知道卡巴金先生 这边我就不再多赘述 那卡巴金先生呢 他是在马州大学医学院的正念中心 这个中心是他创立的 但他其实他2000年就退休了 所以很多的课程 基本上他的课程都是团班 我们每个人很多大家所知道的正念老师 我们几乎都有 就是第一代的正念老师 我们有上过他的课 但可能都是那种一两百人的那种规格这样子 那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2010年去美国的这个经验改变了我这辈子 因为整个24小时我都泡在那边 那不是练习 就是上课 然后再不然就是读书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读那个第二个研究所 心理智商研究所 我就是要写正念的那个论文这样 然后再不然就是带小孩 就只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是很全天候的泡在那边 那我很深刻的感受到正念减压 他这个课程表面上看是简单 但是威力很强大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有 就是可以说发愿吧 想把这个带回来台湾这样子 而且我那时候发的愿是 我想把它深深 在台湾扎下 或在华人界扎下深根 我不扎浅根 浅根对我来讲 没有任何的诱因根动力 但是扎深根是我想要的 因为树的根 唯有深它才能够往上长 浅根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它只是一时的流行 所以在这边的所有的训练 都不会是那种流行式的 那绝对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因为很简单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走过来 好那之后呢 就是开始很疯狂的 我觉得有点疯狂啦 因为回头来看 几乎每年出国这样子 我这边还有一些出国的经验没写 因为我不喜欢写一些不相干的东西 然后就是 就是还是继续到CFM学习啊 然后到1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 所有的培训课程 这一关接着一关的完成啊 那也一关接着一关的学习这样子 那后来就开始申请认证 基本上那真的是一个工程 因为在国外的那个认证 他们不认识你 然后就是审核的老师 跟教你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那个认证的工程是浩大的 都有点像要写一篇论文的 要准备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然后所以我这边就用 把框起来用工程 对 然后所以在这个历程里面呢 就是一关接着一关 那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呢 通过CFM的认证 成为台湾第一位 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位MBSR的认证老师 然后CFM的认证是最难的啦 其实在国外还有很多种 不同的认证机构 因为卡巴金贝贝 他一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 他还蛮了不起的 因为他没有把它专利化 他今天如果把它专利化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那整个风景就不一样了 首先第一个 他应该会赚很多钱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上这个课的困难度 也会比较高 费用可能会更高 然后但是也利弊参半 缺点可能就是那个 Quality就比较难控制 因为他没有把它专利化嘛 所以比如说 我所谓专利化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 有很多那个 卡内基 卡内基的训练 卡内基的训练 他就已经是专利化了 那MBSR的训练 基本上卡费杯他没有把它专利化这件事情 所以在国外就有非常多的认证机构 不管是在美国 美国几乎每一周都有自己的认证机构 然后欧洲也是 这是我去参加罗马大会以后 我才见识到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世界很大的 好 然后那到了2017年呢 我参加CFM一整年的 MBSR的师资培训师的训练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利点 因为有参加这完整的师资培训师的训练 我才能够在2018年 我们开始第一届的MBSR的师资培训的教学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 基本上我们是传承自CFM 那但是也有一些创新 对整体的精神的传承 然后有一两 有两个新的课程的创新 那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证书啦 基本上我很少拿出来 大家看起来还有点斑驳有没有 对 然后在我们中心 基本上也没有在挂这个东西 我还要特别找来找的出来 我基本上我这个人不太在乎这种东西 我是连结婚戒指都会找不到的那种人 但是呢 人在江湖还是还是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 但是目前为止绝反了啦 因为CFM后来他们内部有很大的变化 老师们都改到布朗大学去了 然后但是布朗大学 他们现在还是继续有在做实质培训的部分 OK 那那些老师也都是当年培育我的老师 当然有些老师我可能我就不一定认识了 因为老师还不少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有发证的单位跟机构名称都还蛮清楚的 但是他们很奇妙的是没有写上日期 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风格 OK好 那刚刚那个是台面上的啦 那台面下训练可就多了 2012年有完成台湾的第一本正念的硕士论文 我是做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就是会对比两次的团体 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孤单的 因为没什么人举目无听 然后自己要想办法 但是帮助我最大的就是我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硕士班的老师们 他们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在14年的时候呢 翻译书卡巴金贝贝的经典巨著 这是巨著《正念疗愈力》 这本书在时代杂志里头称之为正念的圣经 其实你想知道正念的东西里头几乎都有了 只是很不幸的 其实我们很多正念老师自己都没读过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假设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 我很鼓励伙伴们把这本书拿来读一读 然后那我们在进阶课程里头也会上这本书 在座的伙伴我知道已经有人有上过这个了 那这个你读了以后你会发觉到说 哇塞这个领域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到底什么叫疗愈 现在大家好好喜欢讲疗愈系 啊这个看起来好疗愈哦 那个看起来好疗愈哦 那到底什么叫疗愈呢 疗愈不是你一时感觉好就好了 那个只是叫小确幸 或者那个是叫淡淡的爽 那疗愈是带来深刻的转化的 它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转化的一个历程 对 所以在这本书我都叫小兰 小兰里头有很清楚的描述 对然后在15年呢翻译出另外一个风格截然不同的书 就是小菊自我疗愈真念书 那这本书超级诗意 这本书里头有很多的故事 这本书相对于小兰读起来会更轻松 但是它的深度是更走心 更进入到我们的新坎里 是还蛮不一样的风格 那到18年的时候就出版了这本小绿 叫正念甲这些全书 那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死而无憾 因为我觉得人什么时候会死掉不知道 那生命的长短呢 它不是决定 大部分不是决定在我们手上 但是生命的品质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所以学了一些东西嘛 那我希望能够分享出来 尽我最大可能分享出来 所以就写了这本书这样 好那在之后呢 就是2010年开始就开始一直教了 然后没有间断过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近百梯次了 那近百梯次的MBSR教学 其实在华人界应该算是还蛮罕见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2014年就成立 华人政经检查中心 我们机构不大 但是里面的人都是充满了爱心 而且充满了专业 然后又很很和 很friendly 很友善这样子 对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特质啦 我是喜欢专一的人 专一专心单纯 我不喜欢太复杂 我不喜欢很多的头衔 很多就是 只是要挂名的那个 我通通没兴趣这样子 对 所以这有点 有点这个部分就是 可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子 但是反正那个烟火不用吃太多啦 够用就好了这样 然后基本上我们还蛮有创新能力的 所以我们的课程是服务很多不同的人 不管是在监狱的同学们 或者监狱叫同学大家知道吗 监狱的同学们啊 或者是癌症病人啊 烧肠肠病人啊 其实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服务这样 OK好 那